前幾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我阿法賽的時間 這個時段我要教你做什麼呢 我來教你做那個魯大腸的秘訣 這魯大腸的秘訣 我們關鍵在哪裡呢 我們關鍵就是大腸一定要用蔥薑水 先煮軟 煮多久 煮30分鐘 再來魯大腸才不會萎縮 而且可以去除他的大腸的辛臭味喔 注意聽喔 那我今天滷大腸的材料都準備得很簡單 你看 蔥 薑 酒 這樣就可以了 還有我們的大腸 那怎麼滷 我就先來示範給你看 我會先下鍋去煮 好 米酒下去 那大腸我們之前都有教過你喔 大腸要怎麼洗 要用鹽來洗 洗出來的大腸有沒有 口感更Q軟 好 這樣 好嘞 喔 這是要洗好的大腸 水滾了有沒有 蔥 薑 水 就下鍋 這樣去煮 為什麼說 大腸一定要用蔥薑酒 有沒有 先去煮過 因為一般我們這樣有沒有 大腸都用水有沒有 洗好用水汆燙過 直接就會下去滷 滷了的時候 因為滷了的時候 鹽的滲透壓 會讓大腸有沒有 萎縮 更小條 不會食材 我們先煮過 比較不會縮 這就滷了 這我已經煮過了30分鐘 這我煮過了30分鐘 你看 大腸不會的 一般像你滷好的大腸 不可能還這麼婉轉嘛 完全的 像這麼粗 所以我們會記喔 我們來滷大腸的秘訣就是 一定要用我的蔥薑酒 去煮30分鐘 這30分鐘 差不多已經有沒有 第一個 我要讓它去除大腸的辛臭味 臭臭味 再來 我們在煮的時候 大腸也會軟化 你在滷的時間 也不用那麼長 好 來 這裡 是 來 這 這 有沒有 滷好的 我30分鐘以後 我就會滷 滷多久 我這個滷20分鐘就好了 你看 這大腸有漂亮嗎 還這麼大條 不會說QQ完全都沒有了 這樣你有沒有學到呢 觀眾朋友媽媽 注意看喔 滷大腸要怎麼滷 我再說一個關鍵 這個關鍵就在那裡 我們的關鍵 一定要用 蔥薑水煮過 再來滷 這樣大腸才不會萎縮 而且可以去除 滷大腸的大腸裡面的味道 辛臭味 也才可以減少辛臭味 好 好 來 我們來準備一下 怎麼傳 我們現在大腸都好了 切來吃一下 來看好吃 好 來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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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 有人會問喔 欸 我們如果滷大腸 我們可以用可樂來洗嗎 會 可以 甚至於人也會用白菜來洗 白菜來洗 米粉也可以 用什麼洗都OK的 可是我個人的建議 會比較你用鹽來洗 為什麼 因為這是老祖風的智慧 因為用鹽來洗過的大腸 滷出來它有口感 更有咬勁更Q軟 因為鹽的滲透壓有沒有 會讓它大腸那個雜質會去除掉的時候 它會讓它大腸萎縮 更有Q淨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你 你用鹽來洗 你如果說我用可樂 啤酒啦 或白醋啦 麵粉啦 那些都是可以的 不過我比較建議 你是用鹽來洗 最好的食材 口感再好夾 好 你看 這個我們剛才滷起來的大腸 這樣 你看它不會說Q的 一般你滷好 直接下去 汆燙好的大腸 你直接下去滷的時候 不可能這麼完整 一定會比較小 一般我們說 我今天在賣大腸的時候 我這個大腸價格最高的 大腸面線啊 所以你如果今天先用大腸 用蔥、薑、米、酒、水 切碗煮30分鐘 再滷 比較不會給它Q的 四成小條 大腸切一切 對 觀眾朋友媽媽 我告訴你喔 我們不一定要大腸 你如果說內臟 你如果滴肚也可以 小腸也可以 你內臟其實都可以用鹽來洗喔 不是說大腸是用鹽來洗喔 好不好 這樣來 你看 很Q軟 而且有咬勁 不會說切得軟軟的 而且那味道更香 好 好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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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觀眾朋友媽媽 我們說今天 像這樣滷大腸 你會學到嗎 我們如果用蔥薑水 在煮大腸 它比較不會萎縮 不會叫我洗掉 第一個 因為我蔥薑水在煮的時候 有沒有 它就要把大腸的 辛臭味 氣除掉 再軟化 我要大腸 因為你煮30分鐘 裡面沒有放鹹汁 就是沒有放鹽巴 味道 它那個大腸不會 因為鹽的滲透壓 萎縮太小條 可以去除它的辛臭味 再來 可以保持大腸的完整性 比較不會萎縮 給我洗掉 像這樣 哇 一樣要 滷軟到滷軟 一般我們像這樣大腸 只要有沒有在乳過 不可能還這麼大 這麼大條 也很小條 好不好 做到這樣 要蒜落 很簡單 要滷這裡 很簡單 你看要放個滷包 米酒 醬油 一點點鹽 下去滷 再把它滷20分鐘就好了 不用說煮頭 你看我煮頭到胃 我在煮了30分鐘的 蔥薑水大腸的時候 我也是要軟化 我大腸 我現在再來滷 時間只要20分鐘 不然你從頭到尾有沒有 大腸你要滷 你也要滷個三四十分鐘 三四十分鐘 你看看 我們要滷 第一個不會萎縮 而且它味道不會那麼重 因為它有蔥薑水已經 去除大腸的青臭味 青臭味 青臭味 你也要放在那裡 像這樣做這麼便 滷好的大腸的秘結 我現在再解釋一下 滷大腸的秘結 關鍵理大腸 要先用 蔥薑水煮過 再滷 大腸再萎縮 可以棄除它的心臭味 好 謝謝前幾個觀眾朋友 媽媽光你看 我們下禮拜 李登前李大師 要來教你做料理囉 謝謝 拜拜 禮拜 我